立法会回复二读收定公职人员宣誓要求 定名需要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等定义 并且涵盖区议员 杜绝了过去有部分极端人士宣誓当食生菜的人 可以继续门天过海 如果明知道红线是存在 仍然要坚持踩界 仍然要坚持要表演 自然就要承担法律后果 这次的收定是赋予了律政司 当他提进那一刻 就已经是有直接的权力 是冻结该委被提中的议员的资格 这一个权力已经是告诉大家 它似乎是违反了我们对于无罪假定的看法 虽然在法例上是有一个上诉的可能 但是摆的而已 条文定名 公职人员需要拥护基本法 效忠特区的准则 并且以清单形式列出六类正面行为 包括要拥护宪法等 同时列出负面清单 包括作出或意图宣扬 或支持港独主张等 如果立法会议员或区议员宣誓之后 涉嫌违反誓言 律政司可以提出法律程序 并交由法庭处理 期间区议员需要停战 对不对 欢迎来订阅 欢迎订阅